小窝居然患上疯狂蜗牛症到处乱养 比七宝的居民都被感染变成了丧尸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天老张刚要出门晒太阳 结果踩到小窝的年夜摔了个狗吃屎 不仅如此连他收藏的宠物石头也被祸祸了 这可把老张给气得不行 立马过去警告小窝不要再过来乱窜 可为了以防万一 老张索性在家门口竖起木桩 然后躺下去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怎料还是阻止不了小窝又过来捣乱 老张气急败坏直接叫来小海绵 让他带着小窝一起滚人点 如果再来搞破坏可不要怪他叫来抓捕蜗牛大队 谈话间小窝来到后面 对着老张的屁股直接来上一口 小海绵见此赶忙将其拉开 可紧接着他就发现今天的小窝有点不对劲 这时大聪明派大狗过来 他立马断定小窝得了疯狂蜗牛症 据说被咬的话这种症状就会侵蚀你的身体 而且让你的眼睛充血失去平衡 然后大小便试镜指甲也会变得很长 最后你就会变成丧尸 老张被吓得跑回去哭颠喊娘 派大狗让小海绵赶紧带小窝去看一下医生 却发现小窝居然不见踪影 派大狗赶忙上街告诉路上的咸鱼快跑 蜗牛在疯狂地乱咬人 咸鱼不以为然还以为他在发神经 紧接着便遇到了小窝 还被狠狠咬上一口 不仅如此很多咸鱼也被小窝给咬了 大家都得了疯狂蜗牛症 比起宝顿时陷入恐慌 小窝到处咬人的事情还登上了头条新闻 帕齐帕金斯来到现场采访第一个患者老张 老张讲述自己被咬后出现的所有症状 这是一位被咬的咸鱼过来说出自己也有相同的症状 我也被蜗牛咬过 我有一点站不稳了 小海绵怎么也不敢相信 可爱的小窝会造成世界毁灭 就在这时老张和许多被咬的咸鱼 都变成了丧尸要找小海绵复仇 小海绵吓得仓皇而逃一路跑到谢宝王 结果却被拒之门外 老谢不知道小海绵有没有也变成了丧尸 说着小海绵就从门缝里钻进去祈求老谢收留 这时拍大狗过来 他认为小海绵已经变成了丧尸 你看他的皮肤黄不巴基 这番话促使谢宝王里的众人惊慌不已 就在这时小窝爬进来 小海绵赶忙上前抚摸 因为他不相信小窝变成了怪物 结果却被狠狠咬上了一口 此时的小窝变得异常凶狠 为了不让整个笔七宝都被他给咬了 众人决定抓捕小窝并隔离起来 小海绵则紧紧守护在小窝身边 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一位医生制止这一行为 他也是蜗牛疾病专家 根据他的研究 其实疯狂蜗牛症根本就不存在 这只是个谣言而已 所以没有人会变成丧尸 这一切只是群众自己造成的恐慌 而且那些所谓的症状只不过是常见的现象 小海绵狠疑惑小窝为何会到处咬人 经过医生的诊断后 才得知原来小窝的脚被目刺闸到 紧接着当医生帮忙拔出目刺后 小窝也恢复了正常 得知真相后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老张也重返自己的岗位继续工作 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一切也都将重新恢复平静 可结果 大家没事就好呀